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站 我是胡婉玲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应该感觉到最近连年的 尤其北部和东部地区都在下雨 那么可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是眼前台湾面临最严重的 也就是缺水的问题 那么大家都知道好多水库拉警报 那么现在又是枯水期 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今天很难得的 邀请到水利署署长 赖署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署长是真正专业出身 学有专长就是学水利 然后他又从基层做起 一路做到最高的政务官署长 所以今天又来来讲 最适切 大家可以放心 可能要给我们公明 我在想我们先Cue一个图 也就是我们今天早上 在录影时间 所看到的台湾几个 好多的水库 大家那个状况 比方说石门水库道还好 50%几% 可是也不像平常 80几几几几几 那么样的高度 像在南部 中南部地区 有的已经很低了 宝山水库 还有德基水库 增稳水库 百分之二十几 像这种状况 署长 其实水库持续拉警报 我们还有多少的 这种状况 可以使用多久 确实 从现在开始 就是进入到 我们台湾的枯水期 历来我们进入到枯水期前 我们期待水库的蓄水率 可以到满枯 甚至到九成以上 今年因为在我们的台风季节的时候 没有台风 没有真的进来 没有台风来也造成灾害 有台风来可能 也造成灾害 也会有造成灾害 所幸我们从今年7月开始 就开始因应 行政院苏恩昌院长 也在8月14号 就到我们的增稳水库 去做视察 所以刚刚从图卡里面 可以看到 增稳水库跟乌山头水库的蓄水量 超不到1亿7 但是这些有限的水量 如何去做好 比较好的运用 是我们现在 在旱灾中央应变中心 要去处理的事情 因为这些的水量 全部去供灌 举农业的水量 明年的一起到做的耕作 需要差不多2.3亿吨 也不够 已经不够了 好 那我们知道 现在就是说 我们用水 当然有区分 那我们一般民众会感受到 就是我们民生用水 家里煮饭 洗澡 还有要厕所用的水 又是农业用水 就是您刚刚讲 这个明年已经 第一起到做都要修耕了 那就还有工业用水 这可能不同的范围 你们应该会有不同的要求 跟时间启程吧 对 事实上我们在自己家里面 生存也许 我们的家里 爸爸妈妈也许务农 像我是公务人员 那我的兄弟姐妹 可能是在工商界 所以水如何 可能让大家可以有一个 适量的一个使用 是我们这几年所必须要去 努力工作的事情 所以水利鼠从民国98年开始 针对气候变迁 去参考联合国的研究 然后把这个情境对应到 我们的台湾地区来看 我们会发现说 不管是在风水期 或是枯水期 我们的降雨量 都是会减少的 减少是差不多是 5%到14%左右 但是面对这种的状况 水太多或是水太少 然后所有的相关的调试方案 我们在这几年 我们也是要努力的 在实现中 不管是 区域水资源的经理计划 或是面对气候变迁 它的变化很大 那气候变迁 现在事实上 已经影响到全世界各地 那今年 所有的观众朋友 可能会注意到 包括加州有森林的野火 那今年 所幸在上个礼拜 有闪电台风从南部经过 可是它也没有 对我们整个台湾西部地区 带来比较显著的雨量 那未来到明年的 梅雨季节之前 我们能不能有什么样的期待 说有解决水 从前而降的机会 基本上区域调度是很必要的 因为从现在开始进入到枯水期 北部地区 我们也许还可以去期待少量的 冬雨或是春雨的一个状况 这几天 在北部地区 大概新北跟台北 我们有下雨 我们就尽量让北水难送 所以透过 翡翠水库的供水系统 攻击到我们的新北市的 板桥新庄地区 那板桥新庄地区本来 它的水量是由石门水库来攻击的 那现在石门水库的水量 已经差不多是低于54%了 那我们要减轻石门水库的负担 我们就从北水难调 那已经开始了吗 北水难调 这个今年都已经 今年都在吃 今年我们在北水难调的效果 超过一亿吨左右 那试想说是没有 那最远送到南方的哪里呢 我们送到 先送到板桥新地区 然后再透过自来水的供水广网 我们还可以送到这个 比如说把山下河的水量 往桃源地区去送 所以这种区域的调度也很需要 南部地区 我们也是如此在做运行 比如说是台南跟高雄之间的 水源的联通计划 台南还有一个 我们全国最大的水库 真闻水库 还有南化水库 但是高雄就没有水库 但是嘉南地区缺水 好像最严重 嘉南地区过去这几年 我们发现说 当然对南部地区会有一些的影响 但是我们透过跟农委会合作 去推动涨水工的工作 让我们即便面临到 比较少的水量的时候 还可以用最小的水量 去灌溉最大的面积 当然不幸的是 今年在我们台风季节的时候 在南部地区几乎是没有水量的 相较于 也许北部地区的民众 可以去记得民国91年的时候 民国91年 台北地区可能有停水49天 可是我们现在的水量 比那时候的水量 还更少一点 目前大家还能稳定供水 我们就是透过区域的调度 除此之外 为了要让这些有限的水资源 可以让我们可以撑到 明年的梅雨季节 所以行政院已经有推动的 紧急的抗旱水源的计划 比如说我们尽量利用 丰富的地下水的水资源 然后我们利用皮躺的用水 然后我们利用城市里面 产生的这个生活污水 这个水资源回收中心 制造出来的这些的水 处理过的这个水 再来做运用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新建紧急的海水淡化基柱 或是大型的移动性的这个基柱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四个策略 可以让我们整个西部地区 可以稳定的来度过 我们这一次缺水的这个挑战 好 署长的严检易盖 先抓几个重点告诉我们 那我就先请教您 您刚才特别提到第一点 可能就是我们会不许用地下水 可是我们知道早年 一直希望大家不要再用地下水 什么地层下践 地层掏空了 都觉得不是很好的状况 那现在还抽得到地下水吗 真的可以吗 对我们安全性如何呢 有一些成语说 我们不能宁可着景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备源水量 那这些地下水景 我们盘点出来 全国大概有1250口左右 我们平常把它做一个控管 那平常我们是利用 我们的水库的水来供给 但是我们要使用这些地下水资源的时候 就如同主持人说到的 我们可能针对紧急抗旱 我们要运用它 第一个我们要了解 现在这些的水景的水质的状况 是否符合我们的饮用水的标准 第二个就是使用地下水的同时 对我们地下水的保育 地层下限会不会有影响 所以当我们要使用 这1000多口的地下水井之余的时候 我们也同时建置了 差不多是800多口的地下水位的观测井 当我们使用的水量 是一个可允许的水量 而不造成我们环境的一个损坏的时候 我们尽量来利用这些的水资源 在国际上面在地表水跟地下水的联合运用的工作 是国际上所关切的一个焦点 台湾地区我们也是针对这样子相规的规划 是 现在缺水 刚刚所长讲 北部地区可能冬天还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水 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还不知道 但是大体上来讲 我们整个中南部就要度过 一直到明年的4月5月以后才可能解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台湾应该也不是第一次面临这种事情 我们现在等于几乎要长期抗战 至少还要再半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我们过去的经验 我们台湾有面临过这么样子的状况吗 我刚刚有想过民国91年的时候 台北市曾经实施7周49天 当时中南部也缺水吗 当时大概全国的几个状况 大概说是面临比较危险的 那104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整个西部地区 也面临到缺水的一个困境 那时候桃源地区也实施了分阶段 这个供水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面对这些的挑战 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相应的方法 以今年的水情来看的话 我们在7月就开始先来调度 所以我们先把到明年 枯水期结束之前 所需要的公共的水量 先透过情境的分析 把这些水量把它控留下来 那让这些的水量控留下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 我们的同仁 我们必须要跟各部会一起来合作 去做调度跟备源的工作 当然节流也是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我们在历次的 所谓的应变中心的部分 我们希望工业部门要结水 所以我们也请工业部门说 它必须要结水7% 当大家都一起来结水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可以来度过 我们这个血水的挑战 是 好 这样提醒 我们大概就想起来 在十几年前 甚至退回到20年前 台湾也历经过全体性的缺水 当时我们都打过抗旱的 打这一场战役 那么不得已 今年要开始要打到明年了 那么事实上 政府现在规划有一个 用海水抽取成淡化淡水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听说也快要完工了 是不是一个解套的办法呢 稍后回到见面现场 欢迎再回到新闻观测站的节目现场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缺水 那主要就是因为下雨 还有台风都没来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CG图表 最近这几个月 这半年来的这个 比方六月份开始 今天六月比往常少了一百多 那七分八月份稍微多一点以外 后面都比往常还要少 那这种状况呢 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政府有一个海水淡化厂 要明年初完工 其实听起来 因为我们干旱至少要到四五月 到后面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像类似海水淡化厂 能解决多少问题呢 海水淡化的紧急基组 是我们四个重要的 抗旱紧急水源的一环 那这个工作 我们在明年的一月跟二月 分别会去完成三千吨跟一万吨的供水 三千吨跟一万吨的供水 是一天吗 一天 一天 这样可以解决多少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实施 夜间减压供水 那夜间减压供水 我们大概 我们的节水率是 三个percent到五个percent中间 新竹县市 一天要用的水量 是五十四万吨左右 三个percent来看的话 就是差不多是1.5万吨的水量 当这个海水淡化机组 完成的时候 它可以解决掉 我们过完年之后 新竹地区仰赖的 头千溪的水源流量 它开始在锐减的时候 它可以及时的上场 来产生救援的一个功用 那除此之外的话 政府在为了解决水资源的问题 有一个整体的水资源的 因应的钢要计划 我们从上游端 水库的上游 加强水路保持 水库的库区 加强清淤 水库的下游 供水广往的部分 加强备源的能力 那透过这几个措施 我举例来而言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海水淡化场是在 新竹的南辽 那当然将来 如果能够协助的话 就是新竹这一带的民众 包括农田用水 我们会把这些水量 直接导到净水场里面 然后注入我们公共的 集水系统 当新竹的状况 若是比较和缓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移动性的基础 我们可以随着 我们对于抗旱的需要 移动到我们全台湾任何一个地方 那有可能下一个地方 问哪里呢 比方加南地区或是哪里 这个就是我们看 我们的水型会议的检讨的一个状况 需不需要再增设 就直接增设在不同地区 增设海水淡化场 这个海水淡化场的技术 全世界是相对的 相当的成熟 所以水利署当然也有 做相对应的这个规划 特别是针对 不管是在我们的桃源 新竹或是台南地区的规划 但是永久是海水淡化的基础 这里面在施设的时候 它必须要去通过环境影响评估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做 环境调查跟环境影响评估的 这个作业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也正视到一点 就是说水资源跟能源的部分 必须要互相的去搭配 因为毕竟海水淡化的这个技术 它是必须要透过高压 然后用电来去产生我们的水资源 我们在获取水资源的时候 我们要去试想 我们怎么样去减少 我们在电能的这个付出 所以目前水利署的规划是 台湾地区在每年的这个风水期 除了今年之外 那基本上都有丰沛的雨量 这时候我们应该尽量使用天然的水量 但是我们进入到枯水期的时候 我们把海水淡化场 来当作一种保险的用水 那除此之外政府现在正全力的在推动 所谓的绿能 比如说我们风 风能的这个部分 在冬天的时候 它有强劲的这些绿能可以产出 所以我们也把海水淡化场 把它视为一种类似一个除能 因为我们在枯水期的时候 我们尽量把这个海水淡化场 利用多余的这个绿能 来去产生这个水量 然后来填补到我们枯水期的时候 水库的不足之外 我们尽量把风水期的水量 蓄存在我们的水库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风水期的时候 运用到这些的设施 使用的电能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在能源的这个使用上面 它可以产生一个互补的一个作用 好 不过我这里还是要请教书长 我们现在看节目的时候 这个观众朋友家里的户外 可能都还在下雨 有一些 所以很多人会问到说 台湾没缺口水 虽然没有台风来 常常一年里面 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是下雨天 为什么水还不够 我们cue一下我们统计 我们台湾跟其他国家的这个雨量的比较 你看看我们其实的水量高于日本 这个印度 美国 英国 法国 我们高于人家那么多 一年有2500公里以上 那为什么还缺水 水库留不住吗 台湾地区非常的特殊 我们在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地方 山非常的高 河川非常的几 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的下雨 观众朋友可能会记得 因为气候变迁的影响 我们现在的不下雨的日数在增加 但是一旦下雨都是下倾盆大雨 那这一些短时间里面下了很多的雨量 我们有限的水库 是没有办法把这些2500毫米的雨量 全部把它蓄存下来 所以我们的雨水的储存的能力 我们能不能更多一点 是行政院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把每一滴雨水储存下来 比如说今年 虽然说水库积水区的降雨量非常少 可是平地地区还是有下雨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思考说 当我们在做制水的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平地里面 足了非常多的制洪池 那这些的制洪池 全国大概水利署跟县市政府 我们一起合作大概做了58座 左右的制洪池 它总的蓄水量 差不多是2680万吨左右 差不多是比我们现在的保二水库 或是我们的湖山水库的一半 还更多一点 我们若是可以把这些的水量 把它充分应用 或是说我们利用天然地形的关系 把凹地的部分 把水量把它蓄存起来 这个是我们在面对 气候变迁的调试的策略 所以今年水利署 有拟一个所谓的调试的计划 也报到行政院 行政院也同意 他认为这个是用自然为基础的 一个解决水患跟水的问题 比如说当我们的农田 我们的农田 它也有生产生活生态的功能 透过田耿加高的方式 把这些农田的水量 在大雨的时候 可以把它蓄积下来 水量可以不用很快地 流到我们的排水路 第一个会减少我们水患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把洪水当作资源 这些的水量 可以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提出来这个观念 叫做在地自洪 我们现在在云林的包中 已经有产生一个计划 我们不征收土地 然后透过跟当地的民众 大家一起来努力 然后让我们的水量 可以蓄存起来 那我要讲的是 包括您提到 这些是解决方案 可是眼看我们正常来讲 本来我们都使用水库的水 但我们也做了一个图表 就去调查了一下 目前水库 我们台湾各大水库 都出现了 就是它能够窄的 不是百分之百窄水 就是它下面堆了很多的淤积 你看到有好几个地方 这个严重的都已经 直达百分之六十 有一个是百分之六十 还有其他都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说 增加半的也 百分之十几个水 可以增而已 还是百分之七十 等于说水口都淤积 那像这样子 我们是要盖新的水库呢 还是这些水库 能不能有什么样的挖 把淤泥给挖走的 水库存在水量 当然水中的泥沙 也自然续存在水库里面 桃源地区的民众 可能还记得民国九十三年 一直到九十五年之间 我们为了说 这个水量太多 水太佐 然后产生缺水的问题 那当然包括 特大的台风 带来很大的淤积 这些淤积啊 减少我们水库的库容 刚刚主持人有说到 当我们的水库的需求 水量有限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思考的方向 就是说 我们应该把既有的水库 全国大概有九十五座 既有的水库 攻击到民生 比较重要的十三座水库 那必须要把这十三座水库 逐一地把它更新 每一个水库 我们都把它当作一个宝 我们不能说 我们不去更新水库 你的更新的定义是什么 是清淤泥的 还是盖新的水库 清淤泥 把水库的 这个狂宏的能力 抵抗气候变迁的能力 这里面包括霸体的改善 砸门的改善 这一些把它做好 这样既有的水库的功能 慢慢可以让它延续 慢慢恢复可以延续 那如果有这么简单 以前就做了 所以是害从水库越激 越激还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面对水资源 或是水库的管理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既有的水库 任何一个泥沙进来水库里面 我们都要去做处理 比如说 处理得了吗 以我们现在技术水层 处理得了吗 我们今年 透过抽泥的方式 让这个真纹水库 我们现在在做调查 我们有信心 可以让真纹水库的库容 可以从原来的淤积的状况 反转 变成慢慢增加这个库容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还新建了所谓的 水利的排沙隧道 真纹水库的水利的排沙隧道 这个是我们全国规模最大的 它一年利用自然的方式 可以比我们用传统挖土机 还有卡车来装运泥沙 的这种过程里面更有效率 相对应的工作 南化水库的防御隧道 也是在明年会完工 然后石门水库的防御隧道 也是在明年会完工 这防御隧道比人工去挖更快 当然我们希望用物理的方式 自然的方式 把这些水库淤泥 慢慢把它剔除出去 除此之外 刚刚图表里面有看到 污水水库预计非常的严重 过去也许我们大家会想说 新建水库比解决老旧的水库 还更快 但是我们现在思考的是 对于环境比较友善的方式 既有的水库把它更新 比如说是清淤 这些可能就是比我们想的 这个盖新建水库更重要 这一阵子已经有开始加强清淤的工作了吗 我们今年清淤的量 现在已经超过1300万立方左右 过去每年的清淤量差不多是500 平均差不多是500 我们增加了两倍 那为什么我们今年会特别去做这些的事情 是我们认为说让我们的水资源永续利用 水资源的设施它必须要可以去永续的去使用 我们不能使用水资源的同时不注重上游的水土保持 不注重水库的清淤 而不注重改善漏水率 而竟然去说盖新的水库 基本上政府的 我们目前规划的方针是以环境友善的方式 我刚刚所讲的 水库更新改善 清淤 区域调度 然后接着多元的水源 来取代说我们纵然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水库的一个状况 不过我还是要请教 因为整个大气球环境下雨的状况跟以往 我想都发生很大的改变 也有可能下雨的区域 热门区域在一百年前跟现在不太一样 有没有可能因应整个全球气候的变迁 雨量下的因应设计能够挤水比较多的地方 新水库的位置 有没有可能 我们现在有没有规划 所有任何可能去储存水量的计划 包括我们刚刚讲海淡场 这我们都是在规划 那当然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有时候北部下雨 南部并没有下雨 所以怎么样去透过区域的调度的方式 让这些降雨的空间的不均匀的部分 可以把它填补过来 所以现在不管是北水南调 南水北调 中水之间区域的调度的工作 是我们过去四年的前瞻基础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精神 是重要的工作 那这些工作我们每个月来做控管 我们希望说越早完成越好 像今年我们目前为止 面对到这些干旱的这个状况 索性我们之前 我们把我们的备原水景 把我们的区域广网 先把它做起来 比如说桃园跟新竹之间的联通的干管工作 去年开工 大概今年年底 我们就期待它可以提早完工 那提早完工的时候 刚刚我们讨论过新竹的问题 新竹地区的水量 都是仰赖投钱系的水量 或是两个小水库 可是我们新竹是我们第一个竹科 在这个地方 也是工商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区 所以我们期待说 藉由水库之间的一个攻击 我们可以把石门水库的水 调度到新竹这边来 那新竹的水量 我们如果这个工程 区域的干管的工程完成的时候 它的调度能力 可以从目前的七万吨 提升到二十万吨 那二十万吨 将近是我们新竹县市 整体一天的用水量的百分之四十 那关顾到目前的用水的需求之余 我们也要去考虑到我们未来 我们台湾社会 整体国家的发展 所需要的用水 比如说三大投资方案 三大投资方案 现在我们每周都去盘点说 所有的投资的建设 它去投资的区位在哪一个地方 我们每个案子每个案子去盘点 七百多家的这个厂商里面 它所需要的水量 可以透过我们管理的方式 可以来满足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另外一点的是 我们当看到气候变迁的同时 我们在居住的空间里面 我们人口的结构的变化 这个也会影响到 我们未来对水资源的破坏 跟规划 虽然说我们现在 人口逐渐的减少 但是我们台湾跟全世界 其他国家一样有一个趋势 是人口往都市集中的一个状况 当我们六都的人口已经超过 我们全国的人口的三分之二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人口集中的区域 有更多的备远的水 除了充足的水资源之外 还有备远的能力 这是我们目前所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的方向 听到这里 虽然还没有完全把全貌说完 我在想署长已经贴到政府单位 现在是积极的在取水 找水 挤水 或甚至还有从别的地方借水过来 就要给这个地方解决问题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稍微到节目现场 我们要了解一下 好像还可以从这个什么浮流水 或者是人工造雨等等 我们稍微来看看未来还有哪些措施 好 打一场抗旱的战争 是目前台湾可能一直到明年的四五月之间 都要积极进行的 大家一起打仗要团结 要省水 但是我们也要找水 今天署长很有诚意 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做了很专业的说明 有几种方法 我们现在最近在上网都找了 比方当然最传统一般都听过 就是看天后状况可以的话 我们就来人工降雨 现在未来的台湾的环境 人工降雨的机会还存不存在 它每次降可以影响多少水下来 开源节流调度备源 是我们目前四大的一个策略 当每一个封面 比如说在枯水期 我们现在缺水的时候 任何一个封面经过我们台湾 只要有助于我们水库 集水区降雨的 我们任何时机都要把握 所以我们做人工增雨 这人工增雨有几个方式 就是从地面燃烧一些稀湿的粒子 让它漂浮到高空里面 然后促进水中的水分子 可以凝结成雨量 这种是一个做法 另外一个做法是用无人飞机 然后到达一个比较相当的高空 它总是比地面来燃烧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今年我们还跟中科院合作 用燃烧像打烟火的方式 打高200公尺的高空 把这些稀释的粒子 在那个地方散开来 那会有促进于 我们人工增雨的作业 过往的这样的机会 大概可以降下多少公里的雨水 大概在我们的评估里面 大概是5%到10%左右的 降雨量的一些水量 比如说我们12月4号 我们就在我们桃源地区 使用人工燃烧的方式 来实施人工增雨 那这种增雨 利用科技的方式来增雨 也减省了我们经费的支出 因为若是从飞机 当然我们有跟国防部合作 从飞机飞到更高的高空里面 来去促进这些增雨 但是飞机的作业 每一次的成本总是比较多的 我们利用科技的方式 可以促进我们在人工增雨 除此之外 我们运用科技的方法 来找到省下更多的水 我们在南部地区 比如说台南的关田地区 我们用科技的方式 建构水资源物联网 让这些闸门可以自动地控制 来调节水量 它所省下的水量 也将近10%左右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促进 比如说是湖流水的运用 对 就是说你们现在听起来 是天上能找到的 地上能够取上来的通通用 但是这个湖流水显然就是地上 地下 那什么是湖流水 湖流水顾名思义 就是湖流在我们平常看不到的地方 它可能在某一个河道里面 在这一段里面 它跑到地底下里面 它更下游的地方就又再 又再跑出来变成河川的流量 那种使用湖流水 我们发现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我们说是能在河川的旁边 去兴建湖流水的取水工作的 取用的这些的湖流水 它的水值是比较好的 那第二个的话 它不是用做深井的地下水 因为它的主住的水量 是跟河川里面流通的水量是一样的 所以不会因为说 我使用的这些深井的地下水 而产生我们刚刚所讲 担心地层下陷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高雄市 我们现在第三座的湖流水的一个设施 今年12月将会完工 那这些完工的时候 会让我们这个高雄市的沿岸 有三座十万吨级以上的 湖流水的取水设施 那相关的工作 我们在中部地区 在北部地区 我们也是希望说 可以在任何一个河川的条件 适合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来做相对应的工作 比如说在苗栗的通宵 我们在台中云林的佐水溪 我们还有台中的湖溪 我们都有相关类似浮流水的工作来做 听到署长深入浅出的说明 各种的挤水取水借水的方法 我想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今天听得这么详细 我想时间的后段 最后一样请问 因为要即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 这个缺水问题是显然必然的 未来的半年 是打一场硬仗 那么我们要怎么预期 我们可能会面临到的状况 虽然说你说做了很多的措施了 但如果台风没雨没来 它这个问题还是会存在 那也就是说 我们做民众的 应该用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还有就是说 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大家共体时间的 应该怎么做 除了政府积极做开源节流 吊吐备源 我记得我曾经在德国里面 我发现说 对德国人来讲的话 他出生下来节约用水 就是存在他的脑海子里面 所以如何去做节水 只要我们平常是在做节水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一些 很珍贵的水资源 把它存续下来 节水 我们现在农田水利都已经节水了 那工业用水将来会不会设限呢 我们将来会适合水型的状况 我们会要求这些工业的用水 来做节水 目前大概各科学员区 但是会影响我们的工业产出 基本上很多的工业的部分 它可以循环使用 再生 对 因为我们每一滴水 几乎跑过100公里 才到我们的家户里面来 那这些珍贵的水资源 只要大家一起节水 那我相信 虽然说天有不测风云 虽然说我们期待风调雨顺 可是一旦气候变迁 有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有变化的时候 我相信天道酬勤 天助自助者 我们自己来节水 我们就可以面对到气候变迁 对我们的水资源的挑战 所以能够节约的 真正能够节约的 应该就是民生用水 就是我们每个人用水 少浪费一些大型的用水的 尽量习惯减少 就是少泡泡澡 多冲水洗澡 甚至于可能有一些马桶水 都在稍微减量等等 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在全国里面 民众在市面上买到的洗衣机 或是说你家里面买新的房子 换取了马桶 它都是省水的 所以借由科技的方式 让我们民众同样使用 他的一个行为 可是在这个行为的同时 就能自然的减少水量 这是我们期待的目标 好 非常谢谢署长 今天特别抽空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为观众朋友做这个清楚说明 再清楚不过了 非常谢谢署长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